台湾25岁男子战死乌克兰 被曝生前欠债百万元新台币 25岁台湾男子曾圣光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后 日前于卢干斯克地区作战时因失血过多身亡 曾圣光的家人已证实受到噩耗 他是第一位赴乌克兰参战阵亡的台湾人 曾圣光家人称曾多次劝阻 但他铁了心要上战场 随后有岛内网友质疑称 曾圣光疑似因在台湾积欠大笔债务遭催讨才选择参战 台媒随后查到名为曾圣光的债务人 在台北、新北、花莲等法院共有8笔民事裁定 累计欠债达100多万新台币 来自花莲吉安乡的25岁男子曾圣光今年6月赴乌 9月初加入乌克兰卡尔巴千山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步枪营 11月2日于卢干斯克地区与俄军交战时受伤 因失血过多而身亡 此消息传出后台媒联系上曾圣光的家人 其家人称 曾圣光小时候曾随亲戚到伯利兹中美洲国家 官方语言为英语 长住一段时间 高中才回台 曾圣光很向往军旅生涯 高中毕业后就入伍当兵 24岁退伍 他已经结婚 俄乌冲突爆发后 曾圣光每天上网了解战况 向家人提及想要参战帮助乌克兰人 家人几度劝阻 但他铁了心要上战场 曾圣光联系上乌克兰方面后 因具有外语能力 很快就被乌克兰国际军团录取 几个月来 家人都担心他的安危 没想到噩耗传来 在桃园工作的曾圣光妻子黄丽珍说 曾圣光此前出任务后 都会和家人报平安 最后一次联系是10月23日 后来过了6天都没消息 黄丽珍感觉不对劲 尝试通过信息 向曾圣光的战友打听消息 黄丽珍称 10月30日曾有一名军中人员主动联系他 称阿光人很平安 只是目前所在地信号不好 没办法跟家人联络 没想到再收到来自曾圣光的信息 却是阵亡消息 黄丽珍透露 战友用曾圣光手机发来信息 称曾圣光在11月2日的任务中受伤 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黄丽珍11月4日对台媒表示 自己与曾圣光的母亲及姐姐 希望能前往乌克兰 见曾圣光最后一面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 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梅列日科OLEKSANDR MURESCO回应台媒称 期待并欢迎曾圣光妻子等一行三人 前往乌克兰 他已经与同事开始讨论 如何在三人抵悟后提供协助 不过 曾圣光死讯传出后 由岛内网友晒出多张判决书 这一起远赴乌克兰参战 是为了躲避债务 也有人称 欠债也许有外界不知道的原因 在岛内努力工作也可慢慢还清 不需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远走乌克兰 台媒翻查台湾地区司法机构 法学资料检索系统后发现 名为曾圣光的债务人 从2017年11月到2022年7月共有八笔民事裁定 其中花联地方法院共四笔 台北地方法院三笔 还有一笔是新北地方法院 申请人有汽车公司 融资公司 银行 数码科技公司 电信公司 八笔债务中 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汇丰汽车申请强制执行的 约50万元新台币 约合11万元人民币 他还欠银行40多万元新台币 其余几笔债务都在10万元新台币以内 包括为缴纳的1万多元新台币电话费 加起来共100多万新台币 一名赴乌克兰参加国际军团的台湾青年告诉台媒 据他所知 目前约有10名台湾人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 被分发到了海军或警备等单位 1万多元新台币